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会带大家去看另一个地质公园 就是万易水库的梁船湾 我们在C出口出来地面之后 就会看到荷里胡广场 接着我们就左转 左手边就是一个巴士总站 前往的方法我们就会搭92号巴士 接着去到西贡市中心的时候 我们再转搭94号巴士 但是如果是星期日或者公众假期 我们可以直接搭96号R去到上摇站下车 因为96号R平日就不会开出 所以今次我们就搭92号去到市中心 今次的车费就是6.8 好快我们就来到西贡市中心了 我们在总站西贡市中心下车之后 在巴士总站的最右手边 就由94号巴士搭 如果巴士未到之前 我们也可以去右手边的火山探支馆 我们可以在室内参观一下 有一些展馆导赏团可以参加 入到来展馆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岩石展品 一些火山的介绍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拿一些旅游小策子 这块板就介绍了一些 曼仪水库地质的道上团 如果想报名的话 可以在目的地的蓝色屋仔那里报名 但是报名费就是140元 我觉得就偏贵的 另外就有半日游的团 它就是有专车接你过去和接你回来的 在车上面都会一路有导游 介绍东坝上面的特色 报名费就是95元 就在探支馆里面报名 如果你是人数少的话 也可以报这些团 如果人数多的话 就可以自己搭的士进去 好,那现在就走回去 乘搭94号巴士的地方 在星期六日这些日子 巴士都会很劲用 因为有一些行山 烧虾 露营的人士 都会专程搭巴士 入去西贡的郊野里面玩 今次的车费就是六个巴 我们下车的站就是上遥站 如果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车的话 就可以留意这个 不淡冲的郊野公园下一个站 就是上遥站 很快我们就到了上遥站 下车之后转右 就会看到一个蓝色的牌 就指着万宜水库的方向 跟着我们就继续向前走 在路口继续向前走 我们就是以物理浩径作为起点出发 我们沿着大网仔路和万宜路 大概走一个小时左右 才会带大家去参观西坝 现在就出发去万宜水库 我们今天参观的目的地 就是万宜水库东坝的梁船湾 我们有三个途径可以去梁船湾 第一就是搭94号巴士 去到上遥站下车 第二就可以在假日的时候 搭96号R 也是在上遥站下车 第三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在西贡市中心 搭绿色的士 直接去到梁船湾 车费大概120元左右 由于万宜水库那段路 都不算难走 一路走都会挺舒服 有凉风吹起来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上遥站 一路散步一路走去东坝 大概走两个半钟 就会去到的了 如果由上遥站 走过去万宜水库的东坝 最辛苦的那段路 就是头那段的上斜路 过了这段的上斜路之后 之后的路就会很轻松 很舒服的了 顺带一提 我们走的时候也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沿路回去 第二种就是搭的士 回去西贡市中心 第三种就是走到西湾亭 那里搭穿巴回去 也都要根据你的时间去选择 如果天色还是光的话 就可以走回去 如果太过硬的话 就可以搭的士回去 如果说得像在五点半之前 就去到西湾亭搭穿巴 也都可以沿着万宜水库 走上另一段的路去到西湾亭 上到来之后终于走完最辛苦的那段路了 跟着我们就向右转继续向上走 在这里顺便介绍一下万宜水库的历史 万宜水库就是现在全港储水量最大的水库 它的容量就是2.81亿立方米 就是在1978年的11月员工 在这里开始会见到一个站南清智的储水库 我们全港水塘的总储水量就是5.86亿立方米 在万宜水库连我们第二大的水库 船湾淡水湖就已经占了我们总储水量的87.2% 万宜水库这里也是香港最后一个建成的水塘 也是一个很重要和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整个工程就用了13.5亿去兴建 香港在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人口不断暴障 所以人口对食水的需求不断增加 使水塘的食水供应就不足够应付 所以在1963年至1964年就出现严重的水坊 在当时就要4天才供一次水 所以在1969年就开始扣私兴建第二个大型的水库 我们开始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水塘 最终水库的选址就选了在西贡半岛南岸 和梁船湾州的海盗之中 所以就叫做梁船湾淡水湖 它的名字也是与船湾淡水湖很相似 为了避免会混淆 所以其后就以水库范围内一条村 万宜村作为命名 所以就叫做万宜水库 而英文的名称就为 以梁船湾的英文 HIGH ISLAND去命名 万宜水库这段路都很适合一家大小来三步交游 因为这段路都不算难走 还有周围的环境都很空旷 还有很漂亮 一路都会有凉风吹来都会很舒服 所以都很建议大家趁着假日 都可以一家大小来这里走 用这一路有时候 觉得大小来看 还要 suppl寒一手 除去那些利gets 做更物特殊 然后不能够吃 verl bacter 炸一下 走到这里开始会看到一个分叉口 在左边就会沿着曼仪水库走 右边就是一个上摇交流境的路 地图上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 接着我们继续向着曼仪水库沿路走 右边也有一个流动的厕所 也应该不会很干净 走到园五份的观景台就介绍了这里的地点 其实站在这个位置就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再走出一点就会看到周围的山水 整个四周的环境都很壮阔 过去另一面 可以看到整个水库是多么大 接着我们继续向前走 虽然曼仪水库的水就很清 但我们都不可以下去玩 因为这样就会污染水源 右边就有座中型红吸日红道 当水位升到差不多就会吸走 这些水位就不会高过这个红吸日红道 在这里继续走 但是不用太久就可以去到西坝了 不需要很久就可以去到西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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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来到西伯这里了 这块石碑就是纪念万宜水库的兴建 这个地方也是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看看这里是不是很大很壮阔很清淨呢 隔日来这里逛下和坐下吹风也是挺舒服的 隔离这里就是一个创兴水上活动中心 它的前身就是一个万宜基流中心 在80年代的时候香港政府面对一个香港越南船民的问题 所以就在西伯这里就兴建了这个基流中心 兴建的时候被一些西贡的居民静坐抗议 所以在1998年5月就关闭了 现在就会作为创兴水上活动中心和香港天文公园的用地 请olla放入台 走到这里就会有一个分岔口 右边那条路就可以去天文公园和创兴水上活动中心 我们下一站就会去东坝 也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我们沿着万宜水库继续走 这段路上都要走一至两个小时左右 一路向上走整条路都不算太辛苦 但是要留意这里经常都会有车辆进出 之后一段路都是一条多长的交游路段 所以都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介绍的地方 各位观众也可以直接在我info box上面的一个时间点上 点选东坝的时间点直接跳过去那里看 这里就是一个梁船湾的观景台 也都介绍了这里周围的景观 也都介绍了这里周围的景观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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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开始看到东坝了 白纳湾是西贡东岸最美的沙滩 有机会带大家去逛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要介绍的地方东坝 这里会有一些导赏团可以报的 就在蓝色的房子报名 这个双T形设计的一个巨型粉蓝色捞形石 就是为了纪念兴建水库的时候所牺牲的一些工程人员而兴建 在50至70年代期间香港的人口不断膨胀 为了应付食水的需求 所以就兴建了这个全港最大的一个水库 建了东西两条的水坝 在兴建期间就需要用到一些石料 所以就在东坝那里会找一些石料 无意之间就找出一些很壮观的六角形柱石 下面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目的地 沿路上我都会为大家介绍这里的特色 在1亿4千万年前在梁船湾一带 就有一个直径20公里的一个大火山 当时这座大的火山就不断噴出一些火山灰和一些岩漿 令到它底层的岩漿褥就已经涂空了 底下有空间的时候火山顶就会塌陷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粒陷地 也都称为一个凌船湾破火山口 次热的火山物质就在破火山口附近均匀去冷却和收缩 就形成了今时今日所看到的六角形岩柱 在梁营石堤前面有一个小舟 这个舟叫破边舟 顾名思义它就是被一些海浪分割成一个小岛 在这里也展现了一个称为海食柱的典型海食地貌 我们终于来到地质公园这里 这里的岩石种类主要都是一些流氓 在这里也有很多人质火山岩 整段的曼仪地质报道很短 来回大概2.8公里 旁边会介绍一些六角形岩柱形成的现象 提醒回来这里的旅客要遵守的事项 在这里展示了不同地方所发现的岩石 东平洲就是粉沙岩 赤洲就是丽岩 赤门就是泥岩 人洲堂沙岩 桥咀州火山角丽岩 果州群岛宣性火山岩 翁江群岛宣性火山岩 梁船湾宣性火山岩 有一些介绍剪板 周围都满布一些火山岩岩柱 破边周旁的花山岩柱就是最高的 大浪湾的海岸地貌经常被评委 香港郊野实景之首 看完这些杜上的剪板之后 我们就正式走下去了 在这里就会有一个很干净的厕所 记住野生的动物 我们千万不要骚扰它和喂食物给它们吃 在世界各地的六角形岩柱 大部分都是一些含值量非常低的 一些深色鱼帽石构成 唯独是香港的六角形岩柱 是有一些含值量很高的 浅色酸性火山岩所构成的 根据统计 西贡这里的岩柱覆盖面积 就超过100平方公里 岩柱的平均直径就是1.2米 最粗有3米 这里的岩柱大部分的环尺面 都是呈六角形状 所以都叫做六角形岩柱 地壳轻轻的挫动就有机会造成地面大范围的破坏 造成了岩石表面的裂缝 也都称为折里 离开了原来位置的裂缝就叫做断层 在两旁的岩石受到强烈的摩擦 就会形成碎块 这些碎块的地方 我们就称为断层角削带 终于落到这里了 会见到很多地鼠洞 有很多游客都会捐下去拍照 开始会见到双T状的捞形石 这座这么漂亮的岩石纹尼 像不像一幅壁画呢 这座的岩柱形成六角形的原因 就是因为火山物质经过冷却 它的体积就会慢慢缩小 和尽量靠向一个中心 去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眼前这个就是一个S形状的岩柱 六角形的岩柱在形成的初期 就会在破火山口温慢地冷却 在这个过程就会处于一个泥胶的状态 估计它可能受到一些地震 或者是区域性的下沉 就形成现在所看到的S形状了 地下的岩柱就有机会沿着岩石中 连贯的裂缝而涌入 产生不同形态的板状岩体 在万宜水库东伯这里 就用了很独特的双重结构 在防波堤和煮霸之间 即是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缓冲的地带 进一步减约海浪对煮霸的影响 而向海那一面的防波堤 就是由7000多块的烧波块而构成 这些的烧波块就采用了公子体的结构去形成 每一块的烙形石重量就是大概25公吨 它的作用就是保护主罢免受海浪的侵蚀 看到缓冲区这里的水是非常清洁和很绿 走这条路我们尽量不要靠近右边的瑞石 因为在上面有机会跌一些瑞石下来的 这条桥可以带我们去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海色洞 一个很漂亮的浅绿色淡水湖 眼前这个就是海蚀洞 这个洞就是由海浪侵蚀而成的天然洞域 也都叫做海蚀洞 这个洞在水库没起之前其实是面向大海 所以一直都会受海浪侵蚀 直到1978年水库起奥了防波堤之后 海蚀洞才开始停止被海浪侵蚀 去到这里今天所有的导赏牌的介绍 都已经介绍完了 接着就会带大家去看一个烙形石 沙伤的介绍 绿色图 现在由这里走下去 看一看这里的湖水 是不是很清洁呢 要小心这里不是硬地是泥滩 有机会踩到整个脚都是泥滩 话口未完我已经踩下去了 终于看到整齐紧扣的捞形石 看一下一次排开是不是很壮观呢 接着带大家去看一些地鼠洞 这些地鼠洞大概目測是5深的 很多人都很喜欢跳下去拍照 这里的建筑排列都很整齐 看完这些地鼠洞之后呢 最后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个捞形石了 最后就带大家看一下这道防波堤的捞形石 会有白色的捞形石 也都有深啡色的捞形石 一直都有警告牌提示我们不要爬石 如果真的要爬上去拍照的话呢 自己一定要小心一点 因为捞形石下面都很深的 这里有7000多块的捞形石 互相紧扣在一起 不时都会看到一些图压 其实就不太好 如果想拍照的话呢 可以选一些安全一点的捞形石走上去 旁边被海浪分割出来的小岛呢 就叫做破边洲了 走到这里呢 就是东坝的准头了 所有的介绍都介绍完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都想欣赏这里的自然地貌 和建筑风格 不妨来这里东坝游览一下 会有一些六角形岩柱 链形石 和一些地鼠洞给你们拍照 现在就会带大家离开 离开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搭绿色的的士 大概120元左右 就可以回到西贡市中心 又或者沿着我们走回那条路 就回到上摇站搭车 如果不想那么闷的话 也可以围绕着万仪水斧 一路走上去西湾亭 记住5点半之前 去到西湾亭 就有村巴搭去西贡市中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会喜欢这条片 拜拜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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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